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超微电池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电动汽车网一车测评栏目 找好车上一车测评 我是主持人文慧 今天我来到了大洋新能源汽车若阳有限公司 今天我们要试试的这款车型呢 巧克A200是一辆三门两座的车型 全新设计的巧克A200啊 时尚精巧 小而宽敞 轻而牢固 古灵精怪 给你源源不断的新鲜感 车身长度2525毫米 宽1435毫米 高1575毫米 大洋巧克A200系列 千酸和锂电版共有七种车型配备 九种颜色供客户选择 今天我们要测试的这一款大洋巧克A200是千酸电池的顶配版 巧克A200的车头设计呢 依然是沿用了大洋车型标志性的进气格栅 配合菲利普复古原型乳素大灯 乳素大灯的下方有两个转向灯 黑色的保险杠将两个转向灯连接起来 以上方的进气格栅形成了一个上下呼应的效果 这样呢 也更让前脸的设计具有完整性 在配色和线条上也更显动力和时尚 巧克A200的A柱采用了低风阻轻角设计 能有效降低风阻 配合立体腰线更显时尚动感 采用了梅花形5伏铝合金轮毂 美观大气 轴距1550毫米 转向半径小于4米 尤其是女士开车 在转弯停车狭小空间内掉头的时候呢 更显得游刃有余 车门把手的高度呢 采用了人机工程学的设计 开门非常的方便 尾部的设计元素呢 非常的丰富 巧克A200的尾翼配有高位制动灯 采用了导式尾灯 集合了刹车灯和转向灯 在尾灯的下方呢 还有一阵后路灯和倒车灯 值得一提的是啊 多数的普通汽车都是单倒车灯 而我们的巧克A200是双倒车灯 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巧克A200的车身安全性 八字型的钢管鸟巢式框架结构 两极锡能合适的保险杠 加厚了15%的车门钢板 顶棚呢 采用了飞机或高铁车顶的材料 这些设计呢 能够缓解外部撞击带来的强大冲击力 保证成员的安全 车身结构的好坏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车门的缝隙 我们巧克A200的车门缝隙 十分的均匀 可以看出这辆车的加工非常的精巧 我们再来听一下关门的声音 非常的厚重好听 跟豪华轿车是一样的 车门开启的角度大 同时呢 配有限位器 可以固定开启的车门 电器系统的核心接插件呢 皆采用了航空插头 采用了前盘后骨式的刹车系统 采用了厚度为11毫米的铸铁前刹车盘 还有标配的双鱼挂器 这些不计成本的配件呢 都是为了让行车更加的安全 我们来到了车辆的内部 巧克A200的内饰设计呢 简约而不简单 比较有质感 座椅呢 采用了统式的赛车座椅 包裹感很强 舒适美观 车辆前排呢 采用了一体式的脚推设计 驾驶位与副驾驶位之间没有阻碍 当驾驶员方便下车的时候 可以灵活地换到副驾驶位下车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脚下 驾驶员的左脚边呢 是驻车脚刹 右边呢 是电门和刹车 可以看到电门和刹车之间的 红像距离适中 而且呢 有高低差 更加适合同时间的驾驶 巧克A200的顶配车型呢 采用了旋钮式的换挡器 主力效果好 换挡界线清新 巧克A200呢 采用了双模驱动技术 顶配版车型呢 还配备有7英寸的中控显示屏 即视频 音乐 收音机 手机晋能互联 停车服务等多功能为一体 我们再来看一下驾驶位置的空间 我身高170 正常坐姿 腿前呢 大约还有两拳的余量 头顶呢 大约有一拳的空间 整体来说 还是非常宽敞的 巧克A200的后备箱呢 是一件式开启的后备箱 可以看到它后面是一个独立的后备箱 这在三门两座的车型当中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它的容积呢 达到了120升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行李箱 放到这个后备箱里 可以看到放进一个22厢的行李箱 非常的轻松 千酸电池板呢 搭载了BBS电池平衡系统 采用了5加1的电池组合模式 锂电池板呢 搭载了BMS系统 同时呢 自带加热系统 即使在零下20度的条件下 也可以正常的充放电 真正开起来啊 巧克A200的驾驶十分的灵动 在驾驶过程中呢 也非常的平稳 没有轻浮的感觉 它的电门和刹车踏板的力度呢 恰到好处 因为搭载了4.5千瓦的永磁同步电机 并且经过了平滑感的调校 车内的隔音效果很好 因为我们的顶层软包装呢 具有隔音和吸音的功能 而且使用了高密度的密封条 因此我们的隔音效果非常棒 巧克A200采用了前迈幅性 独立悬架减震系统 6千瓦的离电板车型呢 后悬架更配备了多连杆独立悬架系统 时速可以达到65公里 巧克A200能够轻松应对各种颠簸路段 行驶更加稳定 给人带来惬意的舒适体验 经过这一次的试驾呀 我也切身感受到了巧克A200 在各种细节和功能性配置上 都非常的用心 精致的外观 灵动的驾驶 贴心的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